根据中央气象局的资料显示 28号受到东北风和华南云雨系的影响 华林地区仍然属于湿凉的天气 而在29号东北风减弱 气温回升,降雨趋缓 而连续假期的第一天 星期四各地都将会是多云稻晴的天气 不过迎风的东北部和东半部 仍然有局部的短暂性阵雨发生 要看到月亮可能要碰碰运气了 根据中央气象局资料显示 周一28日华林人是适量天气 而29日开始气温回升,降雨趋缓 不过到了周三,东北风再增强 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雨 到了周四,气温将再回升 不过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 仍有局部短暂雨发生 今天会受东北风影响比较大 然后明天开始整个天气会比较 29号开始天气比较回稳 但是刚才我们看到天气图的时候 到30号的时候跟10月1号的时候 大概东北风会增强 但是温度基本上在 30号跟1号那一天 那个东北风下来的 它水气比较少 所以比较偏干冷 所以基本上水气少的时候 那个雨就会比较少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整周 从28到10月4号 尤其是在10月1号的时候 中秋节的时候 虽然受到东北风的影响 但是那是比较干冷的 然后那水气不多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10月1号的天气 基本上在中秋节那一天的天气 还算不错 晚上它也是比较多云 所以10月1号晚上 要看到月亮可能就是 偶尔它云层比较薄 或是云层走过去 会有一些透光的情形 未来一周的天气 周二起东北风减弱 周三周四会再增强 而周五又会再减弱 整体温度逐步回升 廉价第一第二天 适合户外活动 不过周四晚中秋夜 迎封面的东半部及东北部 仍偶有局部地形短阵阵雨 要看到月亮露脸 还是要碰碰运气 记得蒋邦彦华联施报导